家庭暴力 各个人从各个宗教 各种收入水平和教育水平的家庭都有发生 作为移民或难民 你可能会遇到一些让你无能为力的受到虐待的情况 例如 说不好法语或英语 被其他人孤立 担心给家庭带来耻辱 担心失去孩子 担心失去移民身份 不清楚可以向哪些社会服务机构寻求帮助 家庭暴力在加拿大是一种罪是属于违法行为 和警察打交道时公共安全是最重要的因素 如果你是永久居民 你将不会失去你的移民身份 你不会因为举报虐待或离开和配偶的虐待关系而被驱逐出境 你不会因为举报虐待或离开和配偶的虐待关系 而被剥夺你和孩子的相应权利 警察局经常收到关于家庭侵犯的电话 听到公寓房间里有吵闹和尖叫声而打电话的邻居 某个家庭的家庭成员打电话说 家里有暴力发生 也可能是社区的某个人打电话抱怨 有家庭暴力发生 在加拿大你要明白你周围居住的人 如果感觉到有任何家庭可能有暴力和危害存在 就有可能给警察局打电话 如果我们接到有关家庭暴力相关的电话 我们一般都会采取哪些措施 所有警察给予家暴电话很高的优先处理权 两个警察会即刻来敲你的门 并立即要求和相关人员问话 如果开门的人不让进路 警察可以因为考虑到室内其他人的安全而直接进路 进路后警察会先对室内做一个粗步检查 检查其他居民相关证据 武器以及其他与这种情形相关的东西 警察需要和相关人员问话时 会把相关问话人员隔离开来 单独问话以保证对话是在不受相关威胁的情况下进行 两个警官会来到你家进行相关调查 相关负责警官会进行一次很彻底的调查 并提交调查报告 如果警察有足够的证据认为确实存在相关的暴力情况 嫌疑人将会被逮捕并落案起诉 如果嫌疑人不在现场 则会进行相关搜捕 如果被告人没有找到 则将获得逮捕令 一旦被告人被逮捕 受害人将会被告知 录案起诉由警察局提出 而不是家暴的受害人 如果警察提出录案起诉后会发生什么 如果被告被定罪了怎么办 如果警察介入的话 还会有什么其他的事 关于你的安全 以及你的孩子的安全事宜 将会和你进行讨论 如果你要求一个安全的住所 将会有警官给你相关建议 或给予相关协助 你将被要求出具相关事件的书面乘书 最好是录像 如果你有受伤 受伤的地方将会在你同意的情况下进行拍照 拍照也有可能几天后进行 因为有的伤痕可能几天后才会显现出来 警察也有可能对其他证据 警察也有可能对其他证据进行拍照 比如被破坏的家具 车及凌乱的家和其他的相关破坏情况 如果有其他小孩有墨迹了相关暴力事件 他们也有可能被要求面谈 这类谈话会很小心和很有技巧的进行 以降低可能给小孩子带来的一些压力 社会发展部门以及受害者服务部门 会被告知发生的事件 这样他们就可以提供进一步的协助 一旦落案起诉了 警察局家暴安全协调员将会联系受害人 决定安全计划的需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